今年的自由车环台公路大赛 今天在台北市揭开序幕 全台湾从北到南共有5站 一共有32国的选手参加 而有支车队很特别 每一个选手都是糖尿病友 他们随身携带着药物 要突破病情挑战自我极限 2015年国际自由车环台公路大赛 在188位选手奔驰下拉开序幕 当中有一支队伍全是由糖尿病患者组成 搬台参赛挑战自我 原本就是自行车手的Stefan来自爱尔兰 但在19岁时得知自己罹患糖尿病 只好退出车队 后来发现有一群糖尿病友 成立了专属的自行职业车队 才让他重拾热情 成为专业的职业车手Stefan激励了不少 同样也是病友的台湾年轻人 现年15岁的阿美族女孩 就把参加国际环台赛设为目标 定时就要补充补级品 不然就是可能会有低血糖的危险 利落在空中换手 这名帅气小伙子才19岁 就已经是国内最年轻的极限单车选手 我会一直冒汗 然后我会发抖 然后就是经常都会很晃神 飞起来都是怎么不对 姿势也不对之类 所以很有可能会飞起来 如果昏倒就有可能摔起来这样 当然有随身的一些小点心 或是饮料可以使用 最严重的是我听说 曾经使用过生糖素 在三太子助阵之下 百位糖尿病友的亲友团 都来帮车队打气 向队员们致敬 他们与病情和平共处 征服赛事的同时 更是激励人心 带来感动 UDN TV 李文豪佳佳妮 台北报道